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思想隐显都合谦 合理 合法 不违背道理 这就是义 也就是所谓的天理良心 义 经义务 为一切众生佛不求果报 不求报仇 不讲权利 这叫做义务 我们现在成为义工 义工就是不要保重 是义务的为社会佛务 为国家 为一切众生佛务 这是道义的一种 义工是以内财不食啊 这个不是外财啊 是以我的身体劳力来布食 来为常住工作 这个人在这个道场里面干什么呢 在道场里头集工累得 为大动服务 他在服务里面 如果他真正懂得这个佛法里面的道理 确确确实 他在工作里面提升他自己的境界 在工作里面成就他的六度算许 分配给他工作 他去做的时候 他劳心劳劣 这是不是 密财不食 他的工作 他去做这份工作 有层次 有条理 有秩序 是持戒佛务 他有耐心 小心 谨慎地去做 忍辱佛务 一面做 一面还求改进 希望做得更好 精进佛务 冠心去做 是禅定佛务 做的时候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能与其他的义工或者工作人员 常住里面之四 密切配合 般若佛务 人要有道义 要有仁义 要有情义 要有恩义 居足这四种大义 这个人是个义人的 义人上帝保佑他 神明帮助他 因此 纵然生活辛苦一点 那是过去身中不懂得修极福德 不要紧啊 现在修来得及啊 人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 是来受果报的 正是佛在经典上常讲的 人生仇业 你过去身中造的业 你这次来惆怅业报 你造的善业 你来下福 你造的卧业 你来受苦 一生都为命运主宰 你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廖帆先生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了二十多年了 以后遇到云谷禅寺 云谷禅寺给他讲了一番大道理啊 什么道理呢 挑在习府之道 佛是从不识修来的 从持戒修来的啊 于是积极福德 我们就明了他的内容 不识只设计为人 细身奉献 佛法里面讲 不识供养 对象要是越广大 你的佛报就越大 时间越长 那你想佛的时间就越久 我们要修像佛那样的 大佛的佛的对象广大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 净虚恐便发解 一切刹土众生 是佛修佛的对象 是佛修布施供养的对象 是佛修持戒的对象 持戒怎么也为他们修的 没错 持戒就是自己做个模范啊 自己做个好样子给他看啊 用这个好样子来供养一切众生 我来到这个世界 不是为自己的 是为众生的 所谓义人 义是什么意思 义是义务啊 敬义务啊 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啊 不求古报的啊 不求回报啊 要求回报 那就不是义务了 那是商业行为 不求回报 中国古人讲义务 受人滴水之恩啊 尝死用权为报啊 现在 在这个社会 找有这种观念的人 没有了 找不到了 这个社会 也能没有灾难啊 社会的人 都不一 我们怎样帮助他 我们要讲义 要行义 心里要存义 做出道义 仁义 情义 恩义的形象 就是帮助学会 就是广度动生 做出样子给人看 是能不求报啊 我不是给别人恩惠 绝对不能有 习求别人报答的念头 你有习求报答的念头 你的心不清净 那么你修的 这不是功德 是佛德 有习求心 是能回心 没有习求 决定不求报答 受恩 决定不能忘记 我受别人的恩德 我一定要报答 别人受我的恩德 愿望得一干二净 这是正确的 在这个世界 你看看 所有宗教典籍里面都赞叹 义人 视为一切共神所尊敬 所赞叹的 义人 这个人有义气 我们常讲于人 有恩 有德 有情 有义 道义 狭义 我们看看其他宗教典籍 对于 道义之人 仁义之人 你看赞叹的有多少 那么由此可知 人之最可贵的 是要在这一生当中 心目及道德 这个重要 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 这一生没有恐怖 如果团体所有人都能明白毅力 能守住 忠义千里的原则 能把父子有亲 这种爱 表现在上级跟下级的关系当中 就会彼此互相恋爱 包容 关怀 照顾 互做互作 共存共荣 团体的每一个人尊重团体 爱团体 不毁谤 不伤害团体 这就是有道义的团体 这样的团体 就能给世人做行义的好方样 心里存义 做出道义 仁义 情义 恩义的形象 来影响社会 广度众生 让众生回归道义 这就是现代能经义务的深邪君子